香港警方15日晚发表声明表示,14日在沙田区发生部分示威者暴力袭击警察事件。警方共拘捕47名犯罪嫌疑人,其中包括29名男性及18名女性。警方透露被捕嫌疑人涉嫌非法集结、袭警、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务和葬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。 14日当晚,有13名警务人员需入院接受治疗,目前仍有5人留院。据介绍,14日在沙田区进行的公众集会及游行中,部分游行人员非法集结。 有人在短时间内有预谋的大规模派发头盔、眼罩等装备,并在现场崛起路面砖块,收集大量铁支及其他攻击性武器,拆毁附近铁栏,用铁栏和其他杂物堵塞道路。 同时,一批暴力示威者,蓄意使用交通圆锥筒和不知名粉末等物品主动袭击警察,并向警方投掷砖块、雨伞及头盔等,对警务人员及市民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。 在多次警告后,警方使用适当武力,拘捕暴力示威者。 香港警方表示,示威行动出现更多暴力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冲击。 对于近日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,香港警察必定会积极进行调查,将破坏法治者绳之以法,以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。 确保市民安全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